寻着光照的方向,把你遗忘 张碧晨被毫无征兆地挂上了热搜,内容跟他的专业,唱歌毫无关系 竟然是造谣张碧晨的女儿是代孕来的,她没有生过小孩 要知道,自从谋爽之后,娱乐圈对代孕这个词,就像是洪水猛兽 面对张碧晨被造谣,张碧晨好友在社交平台发文 否认张碧晨代孕的传闻并发布了几张照片 张碧晨的女儿是早产,只有33周便生产了 照片中张碧晨头发凌乱,一张照片表情痛苦 一张则是怀抱女孩,非常憔悴 有一天一位母亲需要通过运照来证明自己生育过,真的是无奈 就有网友说,不会是华晨宇的粉丝造谣吧 其实熟悉华晨宇的人都知道,自从他承认和张碧晨生了一个女儿 他的粉丝就一直希望尊重华晨宇,保护好那个孩子 如今这件事再次上热搜,十有八九又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 赚流量,拼凑几张照片,就满世界造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还是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言论负责